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黄月长空与深海 用事归去由来 今晚从一杀将开 以后别更精彩 成月尘灰烟雨晒 故事总有你在 记住如果要分开 再回来 等云信出手 他杀了朱国梁,然后我们就抓住他 或许云信杀不了 如果打草惊蛇,我们就杀不了朱国梁 是的 或许云信不够胆量,一直不出手 我们之客不知道等到何时 也是,那不是两难 所以和云信合作,未尚不是一个办法 至少我们知道云信什么时候 和在哪里出手 一切在掌握之中,就万无一失 等我现在靠去通知云信 组成我们的臭皮像三人小组 等一等 我…我还有点担心 不知道云信有多恨你这个朱国梁 有时很紧张朱国梁,很欣赏朱国梁 我看不清楚她的心 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只想知道她在想什么 军师不愧为军师 停一停,想一想,稳定很多 云信兄,请 韩军师,你叫我来 就是同意成立臭皮像三人小组 进行我们的大计 先喝一口茶 不要被人怂着我们聊天 对吧,秘密的计划 是不可以被人知道的 品军师,四处无人 那我们可以谈得尽点 煮了茶,又忘了拿糕点 韩军师,你只顧着喝喝吃吃就算了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不如谈谈 如何三个臭皮像对付一个朱国梁 对付朱国梁,一定要 一定要怎么 我们一起想一个好计划 勝过朱国梁挽回面子 赢回主公对我们的信任 其实 除了要挽回面子 赢回主公对我们的信任 还要 即是怎么样 你不是说笑吧 你要 杀朱国梁 你看我的样子 几个不说笑 我恨不得现在 就立刻搞定他 年轻人,别这么冲动 喝口茶冷静一下 我年轻的时候 都像你这样 为了黎民百姓 我都很冲动 我曾经想过拿刀去杀朱 但冷静下来 我想想 凡事应该不是这么简单 凡事更加要考虑周全 对,想想自己有没有想多了 或者想想自己有没有想少了 正所谓 停一停,想一想 会更稳定 对的 停一停,想一想 会更稳定 那我也回去停一停,想一想 好 军事果然厉害 没有拒绝,又没有答应 没有给他答案 又好像给他答案 高明之极 就刚才所见 魂信似乎是在必行 可能是,又可能不是 是 魂信兄弟,什么事 韩冠司,经你指点之后 我摄高枕头想了几晚 那天,终于想到个停一停 想一想 稳定好多的完美杀猪计划 什么计划 我在诸葛亮的老婆 老婆的贴身被女考验身上 打听得到 朱葛亮的老婆的二婆 来到荆州 朱葛亮会陪他老婆 探望他老婆的二婆 之后会自己先回来 途经黑风嶺 他最喜欢在那儿看云海 那儿死野无人 到处都是懸崖峭壁 只要我们暗中埋伏 趁他一个不留心 看一个不留心 他一定差也没有 那就神不知鬼不觉 是不是很天衣无缝 真的很完美 老师仔 凡事都要想清楚 瞻前顾后才做大事 已经前后左右想清楚了 韩冠司认为还有什么破绽 当你以为自己没有破绽 就是最容易露出破绽的时候 好, 老师仔, 喝口茶冷静一下 想清… 想清想楚, 瞻前顾后 好 韩冠司 云信这次的计划真的很周长 比起我们尹此刻还要好 我们是不是不要再兜圈 不要浪费大好机会和你合作 这两行字, 拿回房子掛吧 小心为上, 慎防有渣? 为什么诸葛先生还没回来呢? 他跟我说昨晚回来 会不会在姨婆多留一天? 军司从来都不会私事影响公事 方向, 是他提议延迟一天 开这个军机大会 让他可以赶到回来 叫我们等他 难道云信真是出手解决了朱葛梁? 就是最好了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过 韩军司, 你在柴房做什么? 偷柴? 只是开玩笑 云信, 你真的什么都没做过? 真的? 王长使说我打烂了安灯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过 文将, 在我们面前 在柴房里面你不怕多说 你这次的计划正如你所说 天衣无缝 是什么计划? 你那个杀猪计划 杀猪计划? 将军府有很多杀猪要杀吗? 你那天当着我和韩军司面前说的 我和军司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你这么好记性 不如告诉我什么计划 你们不要这么认真 我说话有时候很认真 有时候很不认真 真的哪句真、哪句假 我自己都不懂分 韩军司, 不要再偷柴了 你不懂 救我的小姐 隔了几天, 她的态度不同了 召回我们的人 朱角量失踪究竟关不关她的事? 不知道真信还是假鬼 都过了三天 朱角量还是阴信全无 主公已经派人去怡婆查探哥 说朱角量早已走了 朱角量真的可能永远走了 难道云信真的出了手? 应该是 云信 云信 好好胃口 心情好, 自然胃口好 为什么心情那么好? 没了一粒眼中钉, 督眼督鼻 心情当然好 眼中钉? 你的意思就是… 就是这粒眼中钉 钉正在我床头 睡觉的时候睹眼睹鼻 现在拔了, 一天都光亮了 只不过我又不好意思扔掉它 畢竟是将军府公物 万一被人捉到, 说是犯罪证据 说我毁坏公物, 怎么办 真好呢? 韩军司 是呀, 交给你由你处置就最好 有了 麻烦, 吃饱了, 回去做事 不好意思 用不了此事与非方法, 你耍我吧 你这个司马云顺, 认真斗膽 军司息怒, 他不得已得多久 我每天都留意他 他每天都搶着出去办货 一去就去大半天 但每次回来什么都买不到 只要我们跟着他就知道他搞什么 好, 我跟着呢, 看看什么葫芦 买什么药 军司, 你又去办科嗎? 昨天你才办完了 我买漏了毛筆 那些毛巿等着用去买过 买了 这些毛不漂亮, 那些毛巿很严寂 让我买过 好, 等着我跟你一起去 知道你在哪里买, 下次你自己才能… 王掌司打佬地找你 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不是吧 是呀, 你快回去看看 你死了, 你死了 你死了 走遲些, 你真是死了, 阻碎阻碎 军司, 打佬司 他怕被人发现不断小路 他扮货不会来草林的, 有古怪 我不会这么快被你死的 要慢慢耍你, 先吃个包子 扇手 我妈教我不要浪费食物 先吃个泥沙包子, 整天都冒了 冒給我看, 吃出来冒 了, 妃皮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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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泥也错了? 不是人 是你 這個雲上真是虎式哲無人 看來他真是很討厭諸葛梁 哲無他有什麼用? 他殺了諸葛梁才是無後悔之憂 現在這裡四野無人 正正是殺諸葛梁的大好時機 讓我出去殺死他 小心為上, 身防有渣 軍師擔心你一個局 靜觀其變 等了三個時辰都沒有任何變化 應該不是一個局 真的? 軍師, 現在這裡這麼僅靜 誰都沒有 真是殺諸葛梁最無守未跟的大好時機 真是這麼順利, 真是這麼無風險 錯過了就不會再有了 雲順這種玩法到頭來都不敢殺諸葛梁 真是不放生了就不值得了 我說得對, 讓我出去殺死他 小心為上, 身防有渣 現在正正是看不到有渣 我不信我一出去就被人抓住 螳螂報仙, 王卓在後 到時死的不是諸葛梁, 是我們 謀害軍師死罪 亭廷, 想想一想 軍師, 你會不會想多了 你這樣想法想到八十歲 都殺不了諸葛梁 我不要冒險, 我不要十拿九穩 我要十拿十穩 主公 主公 你們兩個精神那麼差 不是有什麼事嗎? 我們擔心諸葛軍師的安危 所以睡得不好 我們何嘗不是 軍謀教委查到回來的消息 我更加擔憂 有消息嗎? 有消息說在遼東見過諸葛軍師 也有人說在瑜伽見過他 甚至遠至西域也有人說見過軍師 幾個地方相隔這麼遠 我們一時間很難調配人手續的地方找 所以召大家來, 看可以怎麼做 主公, 雖然人手不夠 但我們不能放棄任何找到諸葛軍師的機會 當然了, 但我們應該怎麼著手 好, 我們應該集中人力 有最後可能是遼東開始從上而下 順道地找下去, 先遼東 然後是宇宙, 最後就是西域 這樣也不行… 軍師在世界上哪有十來十穩的方法 不想就一定沒有 不是不想, 但想到才行 一天運信 總之折磨的諸葛亮也還有時間 不對, 萬一諸葛亮鬆的磅走掉了 萬一有齊夫經過救了他 又問一… 搞定了, 想想怎樣去殺他 不是你去殺就我去殺的 不對, 反正我們找那個刺客到了 可以叫他… 不行, 新房有詐, 刺客被捉 信藤摸的一樣會穿煲 整天小心為妙, 新房有詐, 十拿十穩 不殺諸葛亮, 就十拿十穩包不會上身 就是你這句了 不殺諸葛亮, 君師, 你沒聽錯吧 不殺諸葛亮, 但要殺困住諸葛亮的 雲信 只要雲信死了, 就沒人知道諸葛亮在哪裡 就沒人給他成文 不用多久, 諸葛亮這個惡龍先生 就會變成一條餓死的蟲 但就像你所說 萬一一個刺客被捉到, 信藤摸瓜 豈不是一人知道是我們指使? 我們只不過是指使的刺客 只能交到諸葛亮的人 是嗎? 是, 君師果然想得周翔過周翔 還不讓我找到你? 十拿十穩 去糧倉點數又要我 將軍府只有一個家丁嗎? 慘了, 我頭套帶得來有點癢 老友, 是不是點錯了嗎? 果然萬夫莫敵, 趙子龍 怎麼會有渣? 那個刺客去殺輪遜 原來趙子龍早已埋伏 還這麼容易捉住了刺客 一見而明下問, 實至是我們指使 這次我們正在死, 怎麼辦? 行軍師 冷靜, 別亂 我看很快會有人來中我們的審問 到時候你什麼都沒說, 等我來回答 韓亮, 主公要見你們兩個 韓亮, 你們倆竟然收賣刺客殺輪遜 你不用想拼搭狂騙 殺仇已經招認了, 是你指使的 是我要殺輪遜 我這樣做, 都是為主公 先發制人, 以暴易暴 因為輪遜就是謀害諸葛軍師的兇手 輪遜要謀害諸葛軍師 為什麼? 韓信埋於軍師, 不招攬他做謀事 韓信提議給軍師立接, 給軍師同罵 審訊韓信當日, 軍師直斥其非 韓信罵他回頭, 主公你也在場 職員是動機, 但是證據呢? 證據在我身上 諸葛亮正一死人頭等天收 諸葛亮正死兒子, 諸葛亮死死諸葛亮 主公, 子女行奸 你看得出, 暴信竟痛恨諸葛亮 既然如此, 你早知道我有謀害軍師之心 為什麼不上報給我們知道 這件事我不告知主公 這件事的確是我的錯 只要可能當初的韓信是由我招攬回來的 他竟然做出這種事 我不想讓人知道我交道無方 這件事我難辭其究 如果我調以輕心, 我不相信韓信 這麼有膽量付諸實行, 我更錯 所以我唯有殺了你畜生 才能彌補我的錯 如果要選屈仁天皇, 我一定會選韓軍師 我據據的事實是你要謀害諸葛軍師 我貪玩死而已 實際是我偷聽到你和馬球商量 要殺害諸葛軍師, 然後嫁禍給我 你口說無憑, 有沒有證據? 我就有證據了 你真是好, 當初當我知道 有痛苦在你手上的時候 我想來想去都想不到怎樣拆 說出來又怕沒人相信 想到頭都含了 幸好, 終於讓我想通了 不怕你偷偷, 我要偷偷過你 雲信來跟我說他的反擊計劃 是我答應跟他合作的 不僅是諸葛軍師答應 連主公、關將軍、張將軍都答應 我們一起合纖維 韓軍師到這個時候 你也不能不認輸了吧? 我沒做過任何事 我沒說要殺諸葛軍師 的確是 你的確是一隻最狡猾的老狐狸 每次我想哄你落答 你也說了一些無靈兩可 說了等於沒說的對白 一點痛苦都抓不到你 所以我叫雲信再找你一次 那個完美的殺人計劃給你聽 就是那個殺諸計劃 只不過你還是不肯落答 反而叫我不要這麼衝動 其實是想引導我自己動手 你就不用上身 所以我跟雲信說要變局 就是反過來, 反過來引導 你記不記得那顆眼中釘嗎? 我突然失蹤 韓軍師你一定以為 雲信殺騰了他的殺諸計劃 我又故意做到古古怪怪 經常閃了出去賣東西 好奇心一直驅使你跟蹤雲信 就是這樣, 整個鵬就回答好了 你看到諸葛軍師還沒死 又帶好機會殺他 這麼大的肥豬肉放在面前 你一動手就會暴露你的真面目 不過你真是厲害, 謹慎、小心 等了足足三個時辰都不進屋殺人 我連趙將軍就慰蚊、慰足三個時辰 諸葛軍師說雖然這次不成功 只不過只要你有心殺他 你遲早會落答 因為你不知道 雲信什麼時候才殺我 而你很想盡快殺我, 慈孔生辯 但你又謹慎得要十拿十穩 最後讓你想到 倒不如殺雲信就真的十拿十穩 說得好聽點, 超謹慎、超小心的 你終於出手 說得不好聽的, 超小膽的你終於出手 你…你們教猜測而已 你們沒有證據, 我有證據 你不撐 一場這麼精密的心理大戰 還用證據?你輸了 諸葛軍師 你一開始決定跟蹤雲信 就已經注定輸 你輸, 你輸就輸在納壞心場 我納壞心場? 在竹林間屋外面 如果你納壞心場衝進來殺我 趙將軍就會當場把你抓住 你輸 回來張軍府 你沒有把整件事上報給主公聽 也因為納壞心場想我死 你又輸? 當日我告訴你有諸葛軍師的消息 問你應該怎麼做 我是給你機會臨艾勒馬 可惜你始終沒說到 諸葛軍師在竹林間屋裡 但是我們應該怎麼著手? 在下認為我們應該集中人力 從最有可能的遼東開始從上而下 順暢穩下去 你納壞心場, 要諸葛軍師死? 主公, 汗良之罪 求主公害人 主公要命 你們謀害軍師, 最大惡極 拖出去, 走 主公, 主公, 要命, 朱成馬 主公, 主公要命, 主公 你早知道今天何必當錯 主公, 弄到今天這樣的田地 孔明也有責任 聞人相慶, 自古已然 整件事是我處理得不好 韓軍師才會懷恨在心 主公, 諸葛軍師, 不用這麼大慌 他妒忌你是他的小器 他想你死, 最後應得 雲迅, 凡事都有兩面 多年是韓軍師輔助主公 為康扶漢室盡足不少力 功勞不可以抹殺 主公就念在多年的恩情 求主公免他們死罪 求主公開恩… 諸葛軍師心胸廣闊, 責心人厚 竟然可以搖旋要殺自己的兇手 願得真是背乎得五體投地 你們死罪可免, 活罪難要 我現在就判你們終身囚禁 讓你們用一生的時間好好反省 靜屍幾個 謝主公不殺之恩 謝諸葛軍師不殺之恩 韓亮必定會誠心改革 否則, 必定天誅地滅 朱葛軍師 恩信 你有事吩咐我做嗎? 等你一起來品查? 不行, 我們家丁呢 恩信 來, 坐, 我們很久都沒有好好談談 我之前經常罵你 是不會的, 這次我們合作成功 跟以前一樣 我知道我有時候說話很難聽 死人頭, 死仔包, 多有趣 我像個包嗎? 不像 韓信, 我敬你 這次不是多虧你, 恐怕我耳朵很毒手 算是嗎? 給了別人, 我也會這樣做 你幫過我的, 我全部都記得 以後你又要繼續幫我 我跟主公說好 從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謀事 你的謀事? 你不願意 願意, 做你謀事不用賭事 從現在開始, 你是我老頂, 是我頂頭上司 你真的相信我, 你以為我真的能幫你 你聰明又機靈, 只要適當運用 你會成大戲, 有一番作為 我明白, 你的意思是叫我不要亂來 搞這些搞路, 專心做事 其實相比你的大智慧 我那些算是甚麼 我以後會很專心跟你學習 很開心聽到你這一句 我不敢亂來, 你對夫人這麼專一 這種絕頂好男人去哪裡找 我會慢慢跟你學習 人家需要互相學習, 互相啟發 你現在幫諸國軍師辦事 還是住在西箱裡比較方便 甚麼箱都好 最重要是由家丁七人房變成單人房 師馬謀事, 在下先行告退 慢著, 王掌事, 你可不可以多叫我一次 司馬謀事 你以為得好說好聽 你回去做事 王掌事, 司馬謀事 再見 我終於做到朱國良的入室弟子了 不對, 將來人們回看歷史 發現朱國良有個徒弟叫司馬雲信 資料不詳, 但沒甚麼威水事 好魚?好魚?好餓的 妹妹, 我做了朱國良身邊的謀事 威不威? 反正都回不來 我決定在這裡發展我的事業線 做些勁事出來 你之前不是說蝴蝶效應會改變歷史嗎 我告訴你, 不是蝴蝶效應 是混信效應 我要改變歷史, 做個大人物 還有, 我的電話舊電話剩下很少 可能再發幾個短訊就打散了 雖然看不到你們, 我很想念你們 你乖, 幫我看著爸爸、媽媽和弟弟 不行, 是男人, 要做大事 不是, 我要改變歷史, 威身儀必… 雲信, 雲信兄, 要開軍機大會了 雲信 PK了… 妹妹, 你覺得這杯茶特別甘甜嗎 因為有人心情特別好 為甚麼? 因為人家的雲信大哥立下大功 做回謀事 怎麼了?你應該開心才是 是否那個雲信大哥對你 不要不理你呢? 不是, 其實… 其實我都有很多天 沒見過雲信大哥 原來心裡掛念神不守舍 雲信他剛才做回謀事是忙一點的 對, 夫君今早才跟謀事開軍機大會 不過應該差不多開完 夫君還答應我和妹妹 暗後一起去賞花 對, 謀事開完軍機大會 沒什麼事要做了吧? 對 桑柔, 你不用陪我們去賞花了 那你自己找地方去吧 桑柔借過兩位夫人 桑柔, 先行告退 這個雲信古靈精怪 桑柔這麼純品 我真是怕她被雲信欺負 有什麼辦法?桑柔我對她情有獨鍾 用我和姐姐你看著, 我也沒事吧 還肚子餓 雲信兄弟, 你肚子餓 不如讓我和周平兄請你吃一頓飯 當是歡迎你加入 是你? 開工飯? 好熱頭 不知道你喜歡吃什麼 打火鍋 打火鍋? 是鄉下的特色菜 準備個火爐, 上面煮一煮清湯 想吃什麼就放進去 肉、菜、海鮮、河鮮, 綠燭就吃 最開心是有一群人圍著 一人一雙筷子在這裡拾拾拾拾 一邊吃, 一邊聊天, 一邊喝酒 多爽, 好啊 鄉下也挺有趣的 我向全香港人都喜歡 說得心慾慾, 走吧 雲信兄弟 不如讓我和周平兄自己去吃火鍋 不妨礙你… 地罗 雲信大哥 這麼空? 因為主公陪了大夫人和二夫人上花 所以我不用服侍他們 這麼不抑鬱? 你做回謀事吧? 你一定很忙, 我們很久沒見 是呀, 最近比較忙 我還趕著去… 桑柔 你也好, 大夫人和二夫人放你 又可以和司馬謀事到處去玩 真是羨慕死人 是呀, 知道了, 不妨礙你 對了, 雲信大哥, 你說趕著去哪裡 我趕著跟你去一趟 沒人見到我們的地方 為什麼要去沒人見到的地方? 你說呢? 沒人見到就不用被人保存我不管你 沒人見到就可以閃 走吧, 沒人見到的地方很難找 真是每個地方都有人 不要緊 談情書愛的東西很肉麻 沒人聽到的 是嗎? 你知不知道他們這麼老, 還這麼恩愛? 因為他們…他們自由戀愛嗎? 對一半 另一半是什麼? 他們一定是奉行我鄉下的另一條規條 男女之間要給對方空間 空間? 就是完全屬於自己一個人 沒人能煩你,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一個人? 雲信大哥, 你是不是覺得我煩你? 說得了就沉了, 坐著我吃火鍋 怎麼會呢? 不過男女拖友經常見面 很快會煩, 很快會悶 反而不見一段時間, 會想著對方 到見面之後, 感情更好 不見真的比見面好嗎? 對, 好像諸葛先生和他老婆那樣 不見一段時間, 現在感情挺好 所以這對公公婆婆一定很久沒見 真的? 當然是真的, 小別姓新婚嘛 新婚還沒得住 不過我要親年輕人做點事 幫諸葛軍師打贏曹操 好, 什麼符漢室? 雲信大哥, 你真的很有抱負 對的, 男人是要有大志的 現在正正是我博殺時期 更需要私人空間 那就更少見面了 真的要少見面? 真是善解人意的 事不宜遲, 馬上實習了 讓大家給大家私人空間 那你呢, 就去那邊, 我呢, 就去那邊 不要慢慢看 看不到更加掛著對方 以後感情更加好 來, 一二三, 轉身 不要慢慢看 不要再走 死笨 東商, 你和雲信一起去玩 這麼快就玩完了? 不可以玩太久 要讓對方有私人空間 什麼間? 就是說大家要少見一點 這樣也有 還有, 原來大家越見得少 感情就會越好 對大家都有好處 還相信嗎? 他還說現在是博殺期 他要幹一番大事業 也對, 我不應該經常煩他 他說你又相信 為什麼不相信? 他這麼聰明 況且說的話也挺有道理 看你喜歡他 司馬謀事 陸藝會館找人送一封信給你 陸藝會館? 真的是索尼 他回來約我見面 二解傷屍之仇 我要去唱歌 你們慢慢嘗嘗嘗嘗嘗 我唱歌? 我唱歌? 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阿姨, 姑娘, 今天失準一點 是不是見我心亂如麻呢? 開玩笑而已, 不要生氣, 那我進來 跟你道歉, 說個對不起 司馬公子 你在這裡?那裡面那個… 大夫人, 二夫人 司馬公子Echo已經天上有 但以來只有一個普通的民間女子 實在配不上公子你 以來以後也不會再見你 大家原盡於此, 告辭 原盡? 走吧, 女兒 我不捨得嗎? 過雲煙 那桑柔呢? 絕對海風吃難 是嗎? 是 是的, 你就不會來找那位姑娘 我和大夫人廣告善言 你的一言一行, 我全都知道 我們被桑柔放假 是想你們兩個在一起 你敢丟下她一個人? 不是, 我打算找人彈曲唱歌 桑柔又不懂音樂, 所以… 我懂, 我彈你唱 不敢… 聽聞, 你想桑柔給你多點私人空間 不想她煩你是不是? 說句話 你喜歡私人空間, 我給你 棺材只睡得一個人 夠不夠私人空間? 我們說過, 如果你辜負桑柔的話 你會死得很慘 收回你的仇因令牌 再送你一副上等棺木 不用破廢了 我馬上去找桑柔好好對她 好好陪她 好, 走吧 雲信大哥 你又說我們之間要有私人空間? 我都說過不見一陣子會更加掛念 就是剛才那一陣子沒見 已經掛念跟你在一起的空間 但是你又說要博殺 要降一番大事業 你不怕我妨礙你嗎? 全日流流長, 博殺也不能一天 是博殺妨礙我們才對 好, 看起來很漂亮 對了…是這些 買一隻金鵝給你 不對, 你的衣服這麼長 不如這樣, 買一隻金牌給你 掛在心裡 他們倆就知道我對你有多好 哪兩個? 秋蟬和東霜 他們很白, 常常說我們 讓他們羨慕一下也好 雲俊大哥, 不用了 我平時做習慣粗重工夫 不方便帶那麼多金器 不用給我節省 過來看看, 很漂亮的襄陽米粉 是襄陽特產 有襄陽米粉賣, 怎麼會這麼好? 有什麼這麼好? 襄陽米粉是襄陽的特產 蔡夫人一向不准向外出售 現在新的東西可以買 那買吧 怎麼又有零頭?喜歡就買吧 那好吧 姑娘, 有什麼可以幫你? 我們這裡有襄陽米粉 女兒真是女兒 昨晚才上貨, 襄陽特產 你回去, 記得煮給大夫人、二夫人吃 還有, 記得說是跟我逛街的時候 我買的 知道了, 謝謝你, 雲俊大哥 不用選了, 要光顧它 那我先進去做事 待會見 我的私人空間, 我的索尼 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這兩個不是死婆婆的馬仔? 什麼事? 蔡夫人准許襄陽米粉在新野售賣 我代新野的百姓, 多謝蔡夫人 雙陽和新野都是荊州的地方 我們大家都是一家人 有的東西很應該一起分享 我夫君一向都是這樣教導我的 很可惜他的病已經藥石無靈 義工長還說… 不會的, 賢卿會吉人天上 看就是這樣看 當然了, 不過我們不可以不做好準備 萬一我夫君一走 荊州就一定要有人承繼 否則就會大亂 蔡夫人無需憂慮 兩位公子都能當大任, 可以繼承 我不是這樣看 奇兒雖然是長子, 但悠柔寡斷 並非自理之才 是嗎? 但相反我松兒, 她文韜武略 她是荊州目的最佳人選 是嗎? 但松兒她幼稚而青又年輕 我怕有人會反對 不過如果有皇叔 你這幫老臣子輔助她 就沒有人敢心事端 我就安心, 荊州的官民就會安樂 原來蔡夫人有這樣的想法 你的支持很重要 我很想你在我夫君面前 說出我松兒她優勝之處 因為我夫君最信你的說話 賢卿是一個有主見的人 根本無需原得多多說話 皇叔, 我知道你們新的土地不足 而且你有意開瘋西郊 我松兒她不僅精於行軍打仗 龍武也是她所長 不如我叫她幫你完成大計吧 不僅說是西郊 就算開瘋東郊也沒問題 開瘋土地的事太長遠了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賢卿的病情 我要盡快找尋良醫 我現在就去找醫工長談談 劉華叔… 其他的事你不想再談談? 蔡夫人, 你盡快回襄陽照顧賢卿 失陪 主公, 蔡夫人竟然到處拉攏遊說眾臣 支持劉松 劉表顯然對荊州木的繼任人選 尚未決定 應該是 如果劉松繼任 死八婆就變成一人獨大 對新野的打壓就只會變本加厲 他之前已經想我們去江下鎮守 就算好了, 幸好是軍師他化解道 二公子的確不是好的荊州木人選 對了, 大公子他, 你們怎麼看? 大公子沒什麼大將之材 你說太平盛西就無所謂 曹操在北, 孫權在東, 隨時開戰 大公子他未必應付你 怎麼算?還是那死八婆兵力較強 照這樣說, 死八婆夠霸道反而頂得好一點 走得來也一樣 軍師, 你又怎麼看? 荊州木要統領萬民 必以仁德為先, 以仁德治國 百姓才有好日之國 大公子正是仁德之選 而且他是長子, 長幼有罪 孔明認為大公子才是合適的人選 軍師之言, 正正是袁德所尚 啟稟主公, 荊州特派使者求見 快傳 是 你們先行退下 是, 大公 主公 我們主公想請劉將軍秘密到襄陽一趟 請劉將軍連夜起程 好 主公 你退下 是 賢兄 賢兄, 你保重身體 我在想 賢兄苦惱緊, 繼承荊州木的事 是, 我… 這件事的確是挺傷勞的 要先找個合適人, 確是難 你決定了沒有? 有 賢兄屬於大公子還是二公子? 我要將荊州讓給你 讓荊州給我? 是 誰和誰推功引戰, 伏如翻海 誰和誰諸心刻怪, 但未敢愛 誰祈求聲風血雨, 再重化開 熱越赤膽, 從無可替代 熱越赤膽, 從無可替代 黃越長空, 越深海 勇時歸去由來 只能從一殺張開 以後越更精彩 青月塵灰燃燃燃燒 故事總有你猜 記住如果要分開 再回來